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3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为了了解部落文化健康站 目前所欠缺的相关建设经费情况 县议员张怀文、蔡宜静、哈尼加兆等人 特别在原住民行政处人员的陪同之下 来到了寿风乡光荣村的文件站会刊 希望借由实地的了解之后 能够给予文件站协助 让社区的长者有更好的学习生活空间 部落文件站目前是圆民会积极推广 长者照护关怀据点 为了更了解部落文件站所劝切的相关硬体设施 多位的议员近日来到寿风乡光荣村文件站 实地的了解文件站广场屋顶修缮工程的说明会 高兴的心把这个屋顶弄好 就不会下雨就会漏鱼 那厕所的部分因为大家蛮赖 以前年轻的时候做事 那个脚都不好了 所以那个厕所很重要 要用做的 让大家使用方便 真的这个场地非常的好 大家都非常了解 李教授他的爱心 那我们是村长也很关心哦 除了要到那个虚企点 也要到我们文件站 他总是希望说他村子里面的长辈都能够受到照顾啊 村长如果有什么需要 那个教授你需要就不要客气 那老人家确实一定要照顾像我们南区一样 只要老人家过得平安 生活安全 那我们只要在旅北工作的孩子他们都会很放心 他们都不会有一些牵挂 那当然我们做议员的本分就是要照顾我们的族人 那只要文件站有任何的需求 其实不分区的 我虽然是南区 但是我还是可以服务到我们的中区来 那从刚才的这个报告当中也知道呢 我们除了在屋顶这边的修缮之外 还有厕所的部分 那刚才呢 胡大教授呢也有特别的提醒 说还有柱子的部分 还要有努力 我看一下是要几根柱子的 那个因为呢 我这个 我的鱼鱼 坐在我旁边的 鱼呢 之前呢 一直被我 我们一直在讨论 一直骚扰我 所以他已经先补了 所以呢 接下来换我补柱子 也希望呢 我们在完工的时候呢 我们聚在一起 在那之前呢 因为天气变化很大 大家一定要记得保养身体 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在场的每一位议员 包括张美惠议员 还有召集人 亚尼导召召议员 跟郎门都一直跟我们提示 虽然已经到 那个八九月 我们很多预算了 都已经在别的计划 别的计划 我们还是想了最多最多的办法 最后报告是用第二预备金 我们找了五十万 要来做这个 补底的改善 随后也在原住民行政处处长 陈建春的带领下 来到光荣活动中心的C据点 由于光荣村的部落长者相当多 在议员的访试之后 了解两据点 目前所劝切的相关设施之后 也表示会积极争取相关的预算投入 让部落长者 有更完善的学习生活空间 记者林杰 寿风箱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见